前方一輛白色轎车 过完失控偏离车道 撞上路旁车辆后翻车继续冲 宛如大陀螺一般 车体360度转个不停 再撞上路旁另一辆车 下一秒一名女子 伴随大量奋车零件 从车窗甩出车外 女子惊魂未定 待坐在地上无法回过神 隔了好一阵子 才出现一名白衣男子 盛前协助关心 这户车道场 直接民众吓得纷纷出来围观 而白色轎车翻覆躺在路中央 路上碎片四散满目窗移 不只他整个壮烂 路旁蓝色轎车 被撞进物流公司 车尾破了个大洞 黑色轎车更是车身 车头整个凹陷触目惊心 事发就在深坑闻山路一段上 过完路段就有测速 这恐怖连环状怎么回事 原来当时国姓男子 开着白色轿车 先是往左撞上分隔道 再失控向右偏 才会连续横扫路旁四辆轿车 而驾驶也坦承 事发当时他正在滑手机 30岁国姓男子 无罩在妻子上班还滑手机 不但天女散花连环撞翻车 还酿成妻子当场喷飞 索性两人包扎后没有大碍 但这惊悚瞬间实在吓坏一票人 记者谢宏如黄玉兰新北市报道